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peter没跟着peter一起转 在大家来看市场上即将发售几个项目 这几个项目都是不错优质的项目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项目什么状况 马上就开始吧 首先也是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在推特这边是重要的 我们在推特这边办 看AlphaPass白名单抽奖 我们这边持续还有在抽奖 请大家来这边留言还有这转发 我们这边大概有200多个朋友 这边投留言转发 那在所有YouTube的更运气 不是才会分析 我不是才会建议 也不是才会顾问 做好自己研究控制好风险 然后我们刚才跟他介绍了 Azuki以及510猴的这个元宇宙里面 coda一个什么状况 看一下市场上我们现在市场 去在一个 Ranging的一个盘整的状况 那在比特币38,300 以太28,300 我觉得这些都是OK 在这边盘整对整个图圈相对的话 影响的话有限 那我们看到整个量部分 昨天的量是2亿9600万 前天就是4亿7600万 今天我觉得今天量 在看这个状况之下 看有没有机会站在 这个1亿7千万以上 如果今天量有办法 在1亿7千万以上还不错 那我们这边就是持续都量在这里 看这个量持续可以这边撑撑撑多久 来看一下Fleet Finance 目前为止看这个整个这个钱的部分 是从五条伙这边流出来 流到当然是第一部分的蓝筹 Colin X, Doodles, Azuki, Moonbird 这边都是球环在那边留 Cyber Broker也收到一些追捧 除此之外一些其他不同的项目 比如说Artifact, Imposter 这些稍微有一个回档状况 但是回档部分其实还好 这十几二十个percent 十几个percent其实还好 大家看RK这边回的比较深 稍微0.47 其他部分下面这里有一些不同的 Akara Fulu也稍微回的 那Coupette, Coupette这里 Tods, Tods, Coupette这边稍微再回档 我觉得整个市场目前为止回档 再来的话 请留在更小 Boss Beauty应该涨14percent 甚至Milliday Great Boys这些都是持续涨 Spice Raider 我们来到一下我们的Twitter 我们的Discord 我们的Discord里面 你看到这边我们有一个calendar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几个项目 最近几天要发了 第一个 来到PXN PXN是目前为止 应该市场上最火爆的项目 有一个40万 41万9千人 将近42万 这最早很早以前 会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他本身后面的项目 其实他从Nenom Pass里面出来 他们现在很有趣 他们的发售的方式是4月5月4号 5月4号 5月4号是明天的Public Min 5月4号Public Min 然后Wireless Min是5月5号 然后才是持续其他Min 因为他开一个Portal 就开一个传送门 让大家进去 那他这个地方的Min是怎么样 5月4号2亿 5月5号0.35 如果有白名单的话 是5.35 铸造资料来看一下 他这边讲 我在这边讲 4000个公开 这荷兰市拍两个Ease 早上8点PST 24小时 每15分钟减0.05 只需拍出这个 在20小时之内 如果支付拍卖的最终出价 支付差价的20小时之内退还 那代表讲说 如果一刚开始 我是出两个Ease 然后我买了 就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一个Ease 那中间的差价 他会退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 类似这样的退款 差价的模式 让大家说 第十街 你就放胆买了 如果最后的成交价 最后最后成交价 中间差价 他就全部退给你 让大家全部都是 买在最便宜的那个价格 他的意思就等于是这样 另外就是在 5月5号 他这里有一个private 就是presell的部分 他这个原本是0.35的价格 他这个是DOTCH auction 价格上限0.35 DOTCH auction价格的50% 他讲说如果DOTCH auction在一个Ease 的话要上限0.35 如果DOTCH auction掉到0.07好了 那等于是他还是0.05 如果DOTCH auction掉到0.5 那这边是0.25 我觉得他这样设计方式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大部分没有命完的人 他就会用于将来员工的奖励 支付服务跟活作伙伴 这些抵押品 他就不会拿来命 没命完就没命完 DOTCH auction先把DOTCH auction全收了 那premium的话有命完就命完没命完就不管 就这样 因为他原本等于是他自己设定好量 一个4000一个是6000 他该干嘛干嘛 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他设计的蛮有趣的 现在越来越多是这种先做DOTCH auction 然后再做premium 他等于reverse方法做 一般普通的项目是 我先做premium premium买比较便宜 然后才DOTCH auction 他是反过来做 他这样等于是让大家先定价定在DOTCH auction的部分 如果我DOTCH auction卖在1.5的话 那我市场上就从 我价格就是在一个高高的价格 让大家预期心理 那你有预期心理 如果你DOTCH auction这边第一时间命完4000个 那你后面的6000个的话 等于是0.35的一定会命完 基本上不会去不命 因为市场上价格如果是在2亿的话 那这边是有一个倍数 让大家有办法二手市场赚钱 他这个方式蛮有趣 让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这个 ahiruahiru目前为止 你看他的discord 他的twitter twitter也是31万6 这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 你看他这个地方讲 5月4号 然后0.12 0.14 他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4000个common 然后他有2000ruffle 然后222treasure 那他ruffle是什么 premium 这边是ETC 5月4号 ETCET 然后6点钟 他是有4个小熟window让大家命 再来呢 如果没有的话是Ruffle The Ruffle Open 在4月20 这个之前应该已经Ruffle 让大家注册了 那Ruffle出来能抽的是0.14 那这项目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他也是一个3D艺术家 那后面本身他是做这个人物的 他做的很精致 这个东西也是蛮有趣的 这就是在5月4号要命的 Ukai Hero 再第三个就跟他讲到5月5号 5月5号NFT World 的Evator RFD World Evator 这边如果你有NFT World的 NFT World 那就直接可以命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这边应该是有一个 Wallet 让大家可以去拿 如果没有Wallet 的话 你看这个Wallet Pass 他自己一直在发Wallet Pass Wallet Pass 如果你没有的话 If you purchase Evator Wallet Pass is going to assess the MyEvator Wallet Pass No free mean for Avatar Is this collection 不是一个free mean 那他讲说 You can trade on OpenSea 这个PASS 可以在OpenSea 你可以在这边买 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说 如果我有买这个东西 OK 这是一个PASS 我就可以guarantee 我可以去拿到Avatar 目前为止 这个的价格在0.59 不便宜 这边有sell 这为什么 sell 4个 4个卖2.38 那这个Avatar Wallet Pass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Avatar 我想要guarantee 我要有这个PASS 我想要去命这个Avatar 我就先买一个0.59的PASS 那就可以去命 再如果有来到他的NFT World的网站 你看 Cities of the Metaverse NFT World 可以看这边 第一个 他public mean 其实是5月5号6点钟 Avatar怎么样用在NFT World 里面他讲是NFT World 里面将来就是有这个Avatar 他一共 他一共里面 其实就15000只 他1万只 就是给NFT World的 owner去claim 另外5000个等于是让你 5000等于是让你额外的public 去命 那我觉得整个NFT World 如果大家对NFT World的 这个Ecosystem 非常熟悉的话 大家知道他后面 是一个应该有可能 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市场上 即将要发售的几个项目 当大家来看这项目的话 基本上都是比较火爆的项目 从DOTCH Auction 那甚至到这里Premium 这东西让大家知道 那甚至这NFT World Avatar 那有一个Avatar Pass 就等于一个WireList Pass 大家可以去买WireList Pass 之后再去买Avatar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带给你加持 关注Twitter 加入Discord 我订阅按团团团团团 我赞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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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